堂堂异国皇帝 执意要立小妈为昭仪 众臣气得不行想要以死劝谏 却被一句家事堵了回去 只能放弃正面硬钢 而选择迂回从事 于是这天 长孙无忌亲自求见皇后 建议她立刻马上过继一位皇子 然后将其推上太子之位 只有这样才能稳固皇后的地位 而皇后的地位亦稳固 那五妹娘就算成了昭仪 就算受尽宠爱 但顶头上司还是皇后 最终翻不起什么浪 皇后听此虽然不满 但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挑选起儿子来 最后她看中了大皇子李忠 主要李忠他娘只是个宫女 无权无势还无宠 比较好拿捏